于谦讲被观众轰下台经历 那么除非你站在台前 你要开口说了 他还是这样 他不停 故意的吗 故意的 只有你扭头往下走 他停 所以逼着自己那时候上 吉他向上 练几个和弦 只要能把这歌凑合下来 上台 不用弹 只要一抱 吉他向上 就火了 我有一次特别记得特别清楚 这么大的管 大概现在想起来 有个七八千人的管吧 那时候没有吉他向上 还不知道哪吉他呢 上去就不让他说话 就等着观众 往下落这个掌声啊 喊叫声 这观众他也有累的时候 一会儿就塌下来了 就赶紧找话跟他说呀 这个你愿意听吧 我们这是相声 就这一句话 不愿意听 下去 赶紧走 你听唱歌 你就赶紧就是他这句话 谁喊的最高那声 你跟谁说话 你想听唱歌啊 我也会唱啊 他在说什么 你反正就跟他聊天呗 这不是就搭上话了吗 搭上话了 那次特别有意思 我直接从这个方台 就下去就跟他聊着天 就找他去了 所有全场的人就都看我 一边看一边乐 跟他聊着天 我说我也会唱歌 怎么着你听我唱 我们这节目挺好的 曲艺团没有唱歌的 都是说下 反正一边跟他开玩笑 一边说 说着说着下来以后 观众就乐呀 你处于非正常状态 大家都特别愿意看 怎么叫寂寞 没人理你 你只要内心丰富 根本就不觉得寂寞 但是寂寞是什么呢 寂寞就是说 我是相声演员 演员这行 文艺圈 那就是名利场 谁当演员也不愿意 我说我当一默默无闻 我当一位的 别人都不知道的演员 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那么你既然干了这行 就希望自己能够 有一些成就